以后牛肉买回家 你一定要试试这个番茄炖牛奶 汤酸太胃营养又好吃 首先切好的牛奶冷水下锅 放葱姜 料酒去腥 焯水捞出 油热下牛奶 我每天都会分享简单的家常美食 您就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煸炒至表面焦黄 然后放葱姜八角香叶干辣椒 几粒冰糖 生抽 老抽 蚝油 黄豆酱 翻炒出酱香味 再倒入一半西红柿炒出汁 加开水没过食材 后盖小火慢炖四十分钟 倒入剩下的西红柿 调味加盐鸡精 大火收汁就可以出锅了 想吃你也回家试试做吧